老师同学们很多时候并不是发表一些言论 只是上传一些资料 比如呀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这样一个例子 某同学从宿舍看到楼下有一对男女在吵架 那个男同学还打了女同学一把掌 然后呢他义愤添音就在微信上发了渣男 并附加了他的姓名年龄宿舍房号电话及QQ号 微信名照片等等 这些个人资料都是真实的 他这样做又会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吗 这里牵涉到法律呢 主要是隐私法 公开骂人渣男还是渣女这句话不违法 但没有得到对方的同意将别人的个人资料公开 就是一个敏感的范畴 人肉叫doxing doxing是一个新鲜事儿 大多数国家都没有专门的法律针对这种做法 但这种做法侵犯了别人的隐私权 以上面这个例子来看 这个被称为渣男的苏车号被公开以后 或许会有人上门找他麻烦 或许有人会给他发一些难听的话 或许难看的表情包 他的照片广泛流传 很多人在校园会对他指指点点 所有这些行为都侵犯了他的隐私权 所以在没有得到同意的情况下公开他人的个人资料 有可能会被告上法庭的 那我知道了 我们即使有天经地义的理由 也不能以身试法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 其实人肉这种做法 在我们生活中也并不是十分常见 但是有一种带开玩笑性质的表情包 我们经常见到 比如这个表情包 很多同学可能不知道 表情包上面的人 是MCOM的Program Director Jesse 我问过他了 他说不知道照片是什么时候 在哪儿被拍到的 但他肯定地说 他这句话他从来没有说过 老师 那我就又有两个问题了 第一个问题是 这样的偷拍算不算违法呢 在公众场合 拍一些路过的人是合法的 比如说你在校园里头 拍很多同学一起路过一个地方 或许做一个活动 又或者老师跟学生在互动 这些都可以 但如果你用长镜头 瞄准某一个人 而且他的动作跟场景是无关的话 那你就需要征得当事人的同意 才能拍 图片上看到的 隐约是一个校园的环境 当事人在跟另外一个人谈话 他们是否私生关系 也不是很明显 但是呢 当事人在照片的比例十分大 这有可能是一个插边球的灰色地带 那第二个问题啊 老师我还想问您一下 有人认为啊 这种行为是艺术创作 活泼有趣 或者是无伤大雅 但终归也不能算违法 您怎样认为呢 刚才看到的表情报呢 也是一种恶搞 牵涉到的法律 是当事人的肖像权 是否被侵犯了 恶搞更多的是 引用电影 电视剧 歌曲 或是新闻片的某一个片段 加以讽刺 招讽 影射 挖苦 安喻的基据 对原作 或是其他的事情 达到批评 褒贬 指责的效果 很多时候呢 是没有特定的针对目标 或许只是希望 引起关注与议论 并非有意 要达到伤害别人的意思 所以呢 对于恶搞这种行为呢 是很难有一个法律 确切的定义 很多国家 也没有专门的法律 我国 现在也没有法律 加以规范 虽然这么说 并不表示 你可以随便恶搞 因为还有一个 版权法的问题 电影 电视剧 歌曲 都是受到 版权法的法律保护的 关键是要看 你引用的程度 与新增的内容 多少和比例 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看 被恶搞一方 如果他认为 自己的肖像权 或是名誉权 受到侵害 也可以采取法律行动 老师听了这么多解释呀 我觉得 有些是法律规范的 我们绝对不能做 有些则处于模糊地带 怎么做要有分寸 有些呀 则是法律完全不管的 我们就要看我们的道德修养了 是这样吗 对 你的理解十分准确 法律有明确规定的 不能做的 千万不要做 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 你要小心为之 总的来说 是需要有法律观念 不能上了大学 还是个法盲